我們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那其實它的 我抖成這樣了 各位我抖成這樣了 還是不掉 喔掉了 抖成這樣才掉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麥 好久不見 相信iPhone14就要推出了 大家一定很興奮吧 甚至有些人還在用iPhone7準備 就要換iPhone14了 那你們在用iPhone14的同時呢 千萬不要忘了 其實iPhone12以上就有MagSafe功能 那今天主要影片就要介紹MagSafe的周邊 那如果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今天主要是介紹MagSafe周邊 那MagSafe是什麼呢 其實簡單來講 MagSafe它就很像無線充電的意思 就是簡單來講很像無線充電的意思 其實無線充電早在iPhone8就已經開始了 也就是我們手機呢 只要你的行動電源 你是有支援無線充電的話 你這樣靠近它它就可以充電了 但它是沒有磁吸的功能 那在iPhone12推出的時候呢 大家都瘋狂就覺得 哇iPhone又要更上一層樓了 因為它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把磁鐵呢 放在那個我們的iPhone裡面 這樣我們在做任何的磁吸功能的時候 都會變得非常的方便 就像這樣 你看這是我們的那個貝加Naprilor SE 它是有磁吸功能的 所以我們充電都可以直接這樣充 然後像這種它是卡片 卡片槽的 對 都可以做這種磁吸 你看我們以前我們在做這種東西的啊 我們是一定要用什麼 我忘記你們大家以前都用什麼黏 反正就是要用一些 第三方的東西來黏到手機上 那我覺得對手機都是一個傷害 所以你們有iPhone12 買iPhone12以上的朋友們 你們千萬不要忽略 你們其實手機是有MagSapp的功能 所以今天主要介紹就是MagSapp 好不好 那我們第一個其實介紹的就是 來我來看一下今天 這邊其實很多 我們今天主要介紹的都是我們貝加能 因為貝加能是我們大家 我們公司很愛用的品牌 因為其實貝加能早在2013年 他就已經在研究無線充電這個 這項技術 所以無線充電 貝加能可以說是前輩 所以我今天介紹這個品牌也是 來頭不小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OK 那我今天介紹 第一個好了 我幫你們介紹這個行動店員 相信有在關注我們的這個行動店員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他有藍色 黑色 還有這個 來等我一下 這個粉色的 粉色 顏色都非常漂亮 然後目前有三款 那我們在去年 我們在去年推出 貝加能行動店員的時候 我們是用木製的方式 然後 我們不到兩周吧 我們就木了500多萬 然後最後final結束的時候 應該是兩個月吧 我們應該是最後打標800萬 然後那時候我們CTSOCIAL 都是排名在前三名 所以大家非常喜歡貝加能這個行動店員 這個牌子 一開始業界在出行動店員 都只出那種2000毫安時 兩三千毫安時 像那個Apple他們原廠就出兩三千毫安時 那當然兩三千毫安時做的都比這個好 可是兩三千毫安時其實 你可能出門 然後你有在玩手機的習慣 又或者是你是業務 常常講電話 然後其實很快就會沒電了 2000毫安時的概念 其實就很像iPhone 12 Pro Max iPhone 12 Pro Max 大概是23多吧 我記得 所以 等於他外面一個行動店員 就是等於你多一台iPhone 其實蠻夠的 可是相對 對大家那種很耗電量的 就是用手機比較頻繁的 會比較是一種負擔 然後比較少 OK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推出的時候 這一台他是有5000毫安時的 所以對於那種用電量需要非常多的人 其實他們會喜歡貝加能這個產品 那再來是貝加能 他這個產品有更大的優勢 就是他有做一個 折疊板 這個折疊板他的用數有非常多 第一個你可以站著用 像這樣 你可以站著使用他 對你就可以這樣站著 放在你的辦公桌啊 你就可以這樣充電 OK 那或者你要看劇的時候沒電 你也可以這樣 他就變成一個很像 很小型的iMac 有沒有 或者是你也可以這樣 對 他有三種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他不只是行動店員 他也是一種支架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稱他為 就是無線行動充的支架 對 非常方便 然後他顏色有藍色 粉色黑色 那再來是呢 他的充電在你最低電量的時候 他會給你15瓦的高功率 其實非常高的 所以那個充電效率 其實非常的 可觀 我們一般的可能那個 Apple 他好像我記得是只有5瓦到7.5瓦 所以他就屬於慢慢充那一類 但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很追求快 就我可能充個 30分鐘 或者是40分鐘 我就要充飽電 所以 這個對於那種 電量比較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覺得這5000mAh 是完全夠大家用的 然後我們今天介紹的貝加能 所有產品 其實都有保護 最少都有一年保護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來這個粉色 這是藍色的 對他是 我們都叫baby藍 很可愛 然後黑色 我個人是 這是我的 我都用黑色 然後再來是呢 他是可以有線充電的 我們外面買的那種Apple行動電源 他是沒辦法有線充電 然後他這個也是可以充那個 我們的AirPods 都是我們都實驗過了 他都是可以充的 那如果你要有線充電 這邊也有洞 然後這邊都有電量顯示 其實 非常方便 我們大家很愛這個行動電源 有三個色 如果喜歡的話 網址可以點一下 OK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什麼 那 你既然有MagSav 我們的車價 我們又在開車的朋友呢 既然你的手機都有MagSav的功能 那千萬不要錯過 這次貝加年也有出的磁吸車價 那我們當然我們開車都知道 我們可能開到一半說要去哪 我們就用手機導航說 建國北路三段 好就開始 開始搜尋的地址 然後你就要幹嘛 你就要用那個什麼手機支架 那邊用用用 其實非常危險 而且非常的麻煩 好不好 那現在我們有MagSav的功能 你有MagSav的殼 那如果 這就是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的貝加能 這次的車價 然後是 我們是改裝成這樣 我們比較好做展示 那我們其實這個概念呢 其實他 這邊都是有PD線 你這個線就是接到你那個 那個點火槍 都是跟大家以往 都是一樣 然後那個點火槍 記得是有PD頭 支援快充 他才會支援快充 否則你是用一般的頭的話 他就是支援一般的充電 那如果你 你對這個 I don't care 那也是OK 沒問題 好不好 那這個概念就很像 你看如果你今天 我今天導航 我要去哪 我要去哪 就這樣 非常的方便 而且 等一下我會把那個 我們之前測試這個網址貼在上面 我們都是有經過一些那種 我們真的實際 開出去把車開出去 然後測試我們一般路上 遇到了那些坑坑巴巴的路 我們實際要遇到的狀況 那其實他的 我抖成這樣 各位我抖成這樣 還是不掉 喔掉了 抖成這樣才掉 這個車價大家也是可以 如果有在開車的朋友 我覺得貝佳能的車價也是 非常值得購買 對我們都非常愛貝佳能的產品 因為他們的產品真的都做得非常好 然後這個車價也是大家很喜歡的 OK 這個也有保固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好不好 你們都可以點開網址看一下 今天主要就是介紹 MagSafe的周邊 那接下來 那貝佳能他們自己手機殼 是做了一個 透明殼 因為大家 其實你們在買手機 第一個一定都會挑 透明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買手機都會看 什麼 我們都會買黑色啊 白色啊 粉色 我們第一眼 就是喜歡那個 他裸記的顏色 所以我們大家 第一次買手機殼 一定都是 買透明的 那貝佳能他這次就是一個 出透明款的 透明款的 然後這個就是 MagSafe的手機殼 你們在外面看到這種圓圈的就是 MagSafe的手機殼 OK那我現在就使用 貝佳能的手機殼 給你看 這個防摔技術也是做得還不錯 他沒有像那種 外面做得非常薄 他是該有的厚度其實都有 而且他下面是有 做收編的 iPhone他們出的那種 透明殼是沒有收編的 然後這是我們貝佳能的手機殼 他是做透明的 那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很耐看 對 大家都可以 一起買 貝佳能的 他的MagSafe殼 然後MagSafe的周邊 大家都可以一起買 那這個殼 防摔技術 我記得還不錯 你看他的 厚度其實蠻厚的 他的厚度其實蠻厚的 不是像那外面那種軟軟的矽膠殼 對厚度也是蠻厚的 然後他都是有 經過抗菌認證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他會 馬上就變化 滿夜市的殼 其實那種兩三個禮拜就會變化 那這個都是有經過抗菌認證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OK 好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這個東西 他是PopSafe 他不是貝佳能 之前我很常介紹一個東西 PopSafe 他以前PopSafe 他都是做那種這個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這種 他大家可以這樣自拍啊 或者是 你要看劇啊 都可以這樣 對 他應該有印象吧 之前PopSafe超紅的 然後他跟AutoBus有做一些臉 那之後呢 之後iPhone的時候他就推出了這個 MagSafe的 MagSafe這個東西 之前的PopSafe那個殼就不能用了 因為他有個圈圈擋在那邊 就完全不能弄 那後來PopSafe 他們馬上就做出了這一款 磁吸的 磁吸的卡片草 這個真的超猛 你看 我甩成這樣 超猛 然後他可以 他這邊都可以放卡片 而且超貼心的 因為我們以前 你知道以前他們 iPhone他們在做一些 我不知道攻擊iPhone 只是說他們卡片草也做得很漂亮 可是他們的卡片有個缺點就是 你要這樣拿 你要這樣拿是非常難拿的 可是PopSafe很貼心 他這邊做個凹草 你可以推就可以了 他的官方是講說 卡片是不能逼的 可是我這樣使用下來其實是可以逼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官方他們的資訊是不是有錯 因為我自己 去捷運站我都是直接這樣逼逼逼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試想看 因為我自己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呢 我不知道現在還沒有貨 這個是我們是賣爆的 然後這個 這個環期都可以換 像我就換Lightproof 對他可以換 他原本是全黑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這個誤會了 他原本是全黑的 然後我個人是用全黑的 這個都可以換 這個只要這樣壓 他就可以 有沒有轉下來 然後他這個環可以挑很多不同的樣式 可以去我們官網挑 很多不同的樣式 然後這個就蠻可愛的 這個是做那種 大理石紋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好看 OK他沒貨就沒貨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做Max 7 我就一起介紹 那再來是我們最新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是無線充電盤 無線充電盤 那相信就是 有在辦公室工作的人 或者是常常在電腦桌前面使用工作的人 他們有時候可能工作都沒時間去用那個 插座 還在那邊插插頭 或者是沒有電或是什麼樣 所以呢 其實在Apple周邊其實也有出啦 但貝加人他們這是最新的 這是我們其實 前幾天才到貨了 他最新出的無線充電盤 那這個盤呢 他的瓦數也高達15瓦 也是非常好 然後 他的價格也非常親民 我講簡單一點 貝加人他做的就是比較親民 因為其實 如果你要用到這些周邊 要花上你好幾萬 我覺得就蠻不值得的 好不好 那這些東西 這個才幾百塊而已 然後他都有保固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就是 他是不是很爛 還什麼樣 OK 好不好 這貝加人也是一超大間的公司 因為他的主要就是要讓大家 能夠用周邊的東西 就是用得很親民 很親近 那個無線充電盤呢 無線充電盤的概念就是很像 可能 他就接PD頭的 那記得你要接 有20瓦 支援20瓦的PD頭 他才會使用到快充功能 那他的概念就是可能 我可能就是放在桌上 你就這樣 就OK了 他就可以充電了 就這樣 就這樣 他就可以充電了 對那記得一定要搭配有 MAXF的殼 要不然就是完全吸不起來 然後他的磁力我看一下 喔 也非常夠 這個不要 輕易做示範 其實非常夠 對 這個無線充電盤 也非常值得大家去購買 然後他做的是鐵灰色的 我覺得非常耐看 白色容易髒 所以我覺得 我鐵灰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使用鐵灰的 貝加人 這個無線充電盤 也非常值得大家去搶購 然後這個 我相信很快就會沒了 我們最近才叫幾百個而已吧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那就趕快手刀去搶這無線充電盤 我講簡單一點 其實很多人就是很享受 就無線充電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會買很多無線充電的周邊啊 不管是這個啊 對不對 對很多什麼行動電員他都是 就是我就是這樣就充電 然後我上車 就這樣 全部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未來就是這樣 要不 現在連犀牛盾他們就開始做MagSafe的殼 有沒有 我這樣 我做什麼事情 我就這樣 OK 我要充電 對 充一下 OK 上車 開導航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OK 然後 回辦公室 我要充電 OK 非常方便 好啦今天主要介紹就MagSafe周邊啊 那有沒有貨我就不知道 因為最近MagSafe真的是強暴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話就 趕快去我們的Standform生活嚴選區挑選 適合自己的東西 那也祝福大家能順利搶到iPhone14 那記得iPhone14他有MagSafe的功能 大家也不要錯過囉 那如果你也想看 那麥拍什麼題材影片 也想看Standform拍什麼影片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我有什麼改進的地方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等待兒 我師父 test